28日美国总统拜登 就俄乌局时发表讲话 要求美国国会批准 向33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 用以支持乌克兰 拜登说 这笔追加资金将用于解决乌方 在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需求 并将由此开始 向对乌长期安全援助过渡 因此这一预算 尽快获批至关重要 据美联社报道 白宫称拜登此次追加预算 预计将满足乌克兰 未来5个月的资金需求 包括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对乌政府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以及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报道称 这一对乌援助计划 已提交美国会审议 其规模将是国会上月通过的 136亿美元对乌援助计划的 两倍多 此外 拜登还将向国会提交一份提案 向俄罗斯富豪进一步施压 包括没收俄罗斯富豪的资产 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资金 拜登表示 将通过美财政部和司法部 建立一个新的行政程序 以简化联邦政府 没收俄罗斯富豪资产的工作 不停转发